当太阳波洒的能量在地球上汇聚重生 能源推动起社会运转的巨轮 深埋地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 每天可以感受到的风 光 水 裂变的核能 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唤醒 碳排放在挑战地球的生命环境 气候正在变化 顺势而为 成势而上 以更大力度推动中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能源浪潮正在到来 海拔4650米 最低气温零下35摄氏度 1360名工人在青藏高原的这片山头 度过了2022年的春节 寒冬中 土层犹如巨型的冻豆腐 这里要打下50多万根光伏的基础窗 施工材料通过27道盘山路 昼夜运输 他们正在建设百万千瓦的光伏电站 冬季原本是这片高原的现工期 但是来年的夏季就是用电高峰 克拉光伏电站需要在2023年6月定网发电 明年2月中旬就到 工期不足一年 这是工程建造的中国速度 也是能源革命的一个缩影 在双碳目标中 未来的中国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太阳能 风能 水电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体 到2060年 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 克拉光伏电站建成后 将与距离50公里的两河口水电站连接 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20亿度 这里是亚龙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口 凉江交汇流入长江 清藏高原雪水汇城的雅雾江 总计流量超过黄河 落差高达3830米 是中国最适合开发水电的河流之一 石头上你走慢一点 你那边稍微慢点 两河口水电站到今年年底 我们将要续到这个高层 就是这个高层 这个高层就是我们的2865米海拔 王金国指挥长 在亚龙江从事水电开发26年 他脚下的大坝 是目前我国已建成最高的土石坝 295米完全由泥土和石块填涯而成 不掺杂任何混凝土 你看这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抓起来很壮观的 对面看到的啊 这个中间那就是我们的大坝 大坝的上游啊 水铺 按照国家审定的计划是 今年要续到我们的正常蓄水位 2865米 今年以后啊 我们就是全部就正式的运行期了 大坝的中心是粘土 防止渗水 然后逐层填住立石 最外层是大坝石 能抵挡水流的冲击 为了实时监测大坝的运行数据 坝体里埋进了5000多套监测仪器 就是每一方填到大坝上的石料的 前世今生 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它每一天 每一秒的运行的情况 它是否健康的 自动监测系统都知道 大坝的建设经历了2016天 巨大的土方量 换算成一立方米的土堆 足够绕地球一周 大坝底的厚度是1300米 到左右两岸的这个叫长度 是668米 总的填住方量是4300万方 这座人造大山围住亚龙江 形成了超大的库区 两河口水电站修建时间跨度17年 这样一座超级工程 施工难度是多方面的 这个高边坡 总高度是684米 目前是我们全世界水电的第一高边坡 边坡高就意味着我们安全风险高 这是六年前的施工场面 21名工人肩扛60多米长的毛锁 爬上边坡将它插入山体 为什么要打这个毛锁呢 就是因为毛锁毛锁 就是要把这个表面松散的不稳定的掩体 要把它毛固住 叫毛锁 巨大的库区没有牢固的颠坡 一旦发生山体滑坡和塌方 是不堪想象的 就是要把这个松散的掩体 形成一个稳固的掩体 二百层楼高的边坡 几乎完全依赖人力完成 从上到下 从东岸到西岸 一共打入两万三千多根毛锁 这是水电建设中 从未有过的工程量 2022年3月 毕竟17年的修建 两河口水电站六套机组 全部投产发电 我们看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大主 是水轮机 以发电机中间的连接组 库区中的江水通过入水口 下线二百六十坡推动水轮机 水轮机在下面 在这个盖子下面是水轮机 这是大轴 上面是发电机 下面这个转动 带动上边的转动 切割 私立线 产生电流 就是这个基本原理 我们这个机组的转动啊 每一秒 一百六十六点七转 三峡电站 每秒六十转 白鹤它每一秒啊 转动是一百二十转 机组转动越快 我们稳定性要求越高 来试一下 这个水轮发电机组 我们看它质量的好坏 最直观的就是它的稳定性 稳定性就看 我们硬币放上去啊 能否立得住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中国水轮机 发电机制造水平 进步的具体底线 超稳定的发电机组 意味着超稳定的工作性能 它将极大降低检修率 严惩水电站的运行寿命 就能够集机组 这就是你 融通计的温暖 不是 你没有啊 还有 可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将22次冲击水龄机最大限度地释放它的势力 未来中国水电装机6.8亿千万 现在我们只开发了4亿千万 我们还有剩下的全部都在高海拔 而这座电站的开发为未来的高海拔所有水利水电的开发 垫定了 积累了设计 建立 施工的经验 所以这座电站是我们未来中国水利水电 2500米以下的低海拔 向2500米以上高海拔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工程 山路盘旋而上 两旁的林木渐渐变成高原草垫 海拔提升到4650米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光护武电站 与水电站配套建设的克拉光伏工程已进入维生物 四个人一个小组 负责一个片区 默契地配合 形成流水线作业 来自梁山州的一族工人即刻使节开春之后来到工地 已经挨过了高原反应最严重的时期 刚来就是头疼 胸冷 然后穿过鞋 这种样子 然后鞋头 在用工高峰期 累计进场人员四万多人 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到七千人 今天来一拨人 然后今天也要走一拨人 然后明天又来一拨人 就是轮流到来 然后最后待的主人就没得几个人 基本上一个班子最起码是换了五六十个人了 再过一个多月 克拉光伏一气工程即将竣工 电缆接通 高原上的清洁能源 将让几十万家庭收贿 最后一步了 这个安装完以后 我们接上线 装上这个逆变器 再把电能输送到我们三十五千火箱边 一块光伏板 约2.5平方米 功率570瓦 104块组成一组 一小时大约能发60度电 一道山坡组成一个方阵 一气工程312个方阵 分布在23个山头 山头之间最远距离 接近80公里 全部三气工程建成后 克拉光伏年发电能力 将达到六十一千瓦时 相当于六百万人一年的用电量 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并网了 生涯站里多部门在联合巡检 负责接力工作的张世桃 发现了问题 这是个问题吗 这不是接地啊 还真没接地啊 真没接 赶紧接上去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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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基本啊 你这边看 赶紧弄 这是个问题吧 就是在送电之前 务必要把揭上去 好的 好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高寒地区电站运行更要格外仔细 管理部门准备测试地刀 这是防止触电事故的安全开关 在我们现地操作一下我们的地刀 看我们的地刀能否正确准确动作 我们现在申请开展3号SVG 3366洞地刀现地分合试验 收到 中共此间后画面和检报显示 3号SVG3366洞已分位 好 收到 未来投产后 生涯战是无人职守智能化运行的 测试阶段要反复和中控室 做联合调试 您好 检报站立缸 您好 会报一下 现地检查 解放站 具备送电条件 好嘞 但我会在这边准备 核杖检击线251开关 对解放站进行误电 检报站251开关 已核杂 现在我们马上安排到现地检查 收到 请逆行安排检查 收到马上检查 带电调试成功 2号生涯战已具备送出条件 60公里外 是它的下一站 500千伏汇集站 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 500千伏编电站 海拔一高之后空气特别稀薄 稀薄之后 我们的电器设备的绝缘就很薄弱 如果按照同样尺寸的东西 它就要放电 绝缘距离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把这就无限加大 为了保证绝缘距离 电器设备只能放大尺寸 按800千伏等级 来设计500千伏的变电站 在施工最困难的冬季 大雪封山 重达600吨的变压器 只能拆成零部件 全部解体 各种散件 大概我们当时拉了十几车 目前汇集站刚刚结束 24小时挂网试院行 送出条件具备 只等待一个月后 百万千瓦的克拉光伏 并往发电 2023年6月25日 百万千瓦的克拉光伏 即将并往发电 克拉光伏并往 一世热烈隆重 这标志着 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 水光货物电站 正式投展 新的能源交互 它的意义 指向未来 随着低碳减排 成为全球共识 世界许多国家 正积极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加速推进传统能源 向清洁能源转型 然而 新旧能源的交替 并非是有你没我 我意 400米的地层下 采煤机在开采煤矿 直径1.8年的钢铁均 带动66个采煤刀头 以每分钟10米的速度 向前作业 一天的开采量 高达4.6万吨 从小宝当煤矿 辐射开去 一个煤矿 连着一个煤矿 它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煤田 神辅煤天 从根本上说 太阳是能量的源头 光合作用造就了生命 也带来了能量的循环 煤 石油 天然气 这些化石能源 本质上都是古代生物的尸体 它们以化石的形式 将能量储存下来 人类对化石能源的燃烧 实际上就是在利用当年的太阳 今天化石能源的角色 正在改变 两个大球罐里 装着液态二氧化碳 温度零下30摄氏度 容量1000吨 球罐位于一家化工厂 二氧化碳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 所有的煤化工厂 好像它需要一方氢气 它就会产生一方二氧化碳 对应的质量比的话 产生一栋氢气 会产生二十几个的二氧化碳 这是必然的 补及原本排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这是科学家在能源浪潮中探索的一项硬核技术 CCUS 这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碳 补及 利用 封存 它的逻辑是 既然无法避免二氧化碳的产生 那是否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埋到地下 这样就避免了碳的污染 如果可以全生命周期利用 二氧化碳就将电费为保 全球范围内 有五百多个CCUS项 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 这是很多国家 统筹能源安全和碳减排的重要技术选择 这点连面的山丘就是油田 一座座采油机分散在山包之间 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下 却蕴藏着富饶的石油 早在1907年 中国第一口陆上油井就诞生在陕北 它以一吨多的产油量 结束了中国不产石油的历史 一百多年过去 油井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 讲述着这段历史 经过四个小时的运输 操车抵达彩油厂 铸汽总站 检查球罐 接上管线 再给每辆车放弃平衡压力 这些经过普及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 注入容量五百吨的球罐 等待利用封存 这是采油厂勘探大队的一个钻井现场 他们要打一口将近两千米深的探井 查看地下岩层的石油含量 钻桶深入地下一千七百三十米 已经抵达油田的储油层 提取出地面的钻桶里 是开凿出的岩芯 石油就储藏在这些岩芯的孔系之间 有经验的勘探工人 闻一闻岩芯 就能大致判断出原油含量的高地 石油隐藏在岩芯中间 注入二氧化碳 就可以大大提高原油的产收入 这被称为曲油 在以男性居多的石油工人中 梅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十年前她从石油大学毕业 选择回到家乡的油田 如今她和工艰团队 正在成为鼓探高手 埋下二氧化碳 寄出更多石油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两个主要目的 一个是曲油 一个是分从 这两个技术的一个研究和一个公关 在采油厂 工作人员被定期采集原油样品 分析成分的变化 注二氧化碳的过程当中 随着咱们注入量的变化 对我们这个原油组分 包括我们最终的这个半生气的组分 都是会有影响的 原油的成分很复杂 不同成分的比例会影响原油的粘度 粘度越高 开采难度越大 而注入二氧化碳 能使原油的体积膨胀 降低粘度 相应的就增加了流动性 更容易开采 其实就是分析它这个原油物性 是否发生变化更好地跟踪 咱们注二氧化碳的一个效果 来调整我们的一个注气方式 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原油的一个采收率 和最终的一个分充量 随着二氧化碳注入地下 岩层中的原油被挤压出来 二氧化碳完成驱油的使命 得到利用 同时它也被永久地封存到了地下 减少了大气中的碳排放 这个图是我们现场采油厂 整体一个CCOS一个规划部署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 粉色区域 黄色区域和蓝色区域 那我们后期 10万吨加26万吨加50万吨 我们厂会形成一个 86万吨的一个CCOS示范基地 规模更大的二气工程正在推进之中 修紧工人搬来液压大前 他们要进行筑器管井的施工 产油层位于地下1380米 一根管柱9.6米 工人们需要在修紧车的帮助下 将130多根管柱连接起来 贯通二氧化碳进入地下油层的通道 到时候我们警场也会铺设 那个筑器管线 然后我们的警场这个管线 会跟我们这个井口连接 然后那边的话 是跟我们的花38站进行连接 就是气从花38站出来 通过我们的管线 到我们的井口 再到我们的地下 几公里外 连接北口筑器井的地下管线 正在铺设 每一顿二氧化碳 可以驱出0.25吨原油 等到未来的三期项目完成 这点油田将每年封存二氧化碳 近百万吨 可以增有25万吨 未来有一天 等CCUS可以投入成熟的商业运营 前景令人期待 科技的力量不仅减少了碳的排放 它甚至直接让煤炭变深 黑煤变白煤 这是一家化工厂 纵横交错着迷宫一样的管道和塔关 在这座新型的化工厂里 乌黑的煤是原材料 因为咱国家的这个就是多煤 少气少油 发展煤化工来代替石油化工 减少石油的消耗 在这里 煤被压成粉末 再加水变成水煤浆 流动的水煤浆燃烧效率更高 而污染排放更低 把水煤浆送进气化骨燃烧 元素重新组合 变成了一氧化碳和氢气 再加入催化剂把它们点燃 碳元素被分离出来 在不同的催化剂作用下 乌黑的煤变成了透明的液体 再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 结晶成固态颗粒 最终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变成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 PGA PGA是材料领域很珍贵的品种 它几乎具备塑料的一切性能 却又可以完全无害地自然降解 这就是它的不图细致吧 生物消融器 就是它可以开发作为那个手术缝合线 土地 支架 这些东西主要是 入在人体上面之后 它会较减 生成那个二氧化的个水 对人是无害的 PGA的机械强度很高 可以制作机器部件 在特殊场景下使用 它还可以替代塑料 制作可降解的塑料袋 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 这个从煤变身而来的珍贵材料 正在做大规模生产的科研公关 因为这个PGA5R都是世界首套的 一个科研示范项目 生产条件比较苛刻 在实验室或这些中式装置里面 物件参数的放大之后 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这些我们都要摸索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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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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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浪潮 中国要突破 要超越 有更长的路要走 有更大的目标要追 广东洋江 借大湾区之力出海 已经成为中国风电重要的产业基地 这里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整机场 5.5至16兆瓦的大型海上风电机组 每月最高可出厂60台 技术员们正在对11兆瓦的主机做加载测试 检测主机在并往发电时 极限负载下的运行状态 不久 它将带动长达100多米的巨大叶片 这项动态测试要持续7小时 是出厂前的最后关卡 每道工序的底线都是海上无人化运行 25年的要求 海上风电 这是当前全球都试图占领的市场蓝海 中国400多家风电企业与各国同行 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分秒必争 主机场隔壁 24小时作业的叶片车间 正进入注胶前的真空宝压 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灌注前的一个准备工序 看似普通的塑料膜下 风车的叶片正在慢慢成型 这是和飞机机身制造一样的精密工艺 为保证这片400平米的塑料膜袋内 绝对真空密地 工人们正在用真空简漏仪 排查任何可能导致漏气的微小气空 一旦有漏气的 它会通过一个红外线波 反射到你的耳朵里面 丝丝的声音 像那个气球放气的那个声音 还养树枝通过预先布置好的管路 注入到纤维复合层中 纤维布长短不一 错落地叠加几十层 还养树枝正在将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的玻璃缸 七天后 这只111.5米长的叶片 将和配套的11兆瓦主机 被运向大海 在首席技术官张启应眼里 海上风机 更像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 一个系统越复杂 它的创新会越多 因为组合本身就是创新 这是张启应他们最新试验的新机器 双转子漂浮式海上风机小样机 它的外形很特殊 两台8.3兆瓦的风机 像一对比翼双飞的鸟在海面上张开翅膀 与传统海上风机不一样 它没有固定机座 可以飘在水面之上 我们熟知的这些风机的话 都是从迎着风轮吹过来 但是这台风机的话 那么风的话是从后面吹过去 根据风向它自动地转动 顺应风向就让它具有了天然的 抗台风的特性 我们和欧美之间是学习 也是竞争 跟着跑的话 你会发现就没得跟了 它们没有台风 也没有抗台风的风机 风机能抗台风 风险就变成机遇 2023年7月 泰力台风登陆我国东南沿海 风速高达每秒40米 最大风力14级 中国南海 世界上最深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 正在抵抗超强台风 泰力台风过后 关栏号运行满500小时 我们走上面去看一下 秦立峰和团队们 一起到实地查看 海上的气候顺其万变 这次这个泰力台风经过 检验了咱们这个防台设计的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靠的 像温山海域这边 我们作为这个首个 深远海扶持风电来说 在全球都是一个最恶劣的工况 设计这个看实际一些台风 经受住墙台风考验的 关栏号安然无恙 离岸136公里 水深120米 靠锚链固定 为采油平台供电 我们既是能源生长大户 也是用能大户 所以它怎么样 把这些清洁能源 更好地用于我们开发 是一个革命运的工作 这个大风车每转动一圈 可以发出大约10度电 年均发电量可达2200万度 与它连接的这座采油平台 年均用电量3600万度 然而风力发电的不稳定 必然给发电机和电网系统 带来冲击 秦立峰他们的办法就是 组成局域电网 深度调峰 当风力小的时候 天然气多出力 当风力大的时候 天然气少出力 海域关栏后 发电如果满发的话呢 在我们电力作网 比例20%到25% 我们电力作网 都还可以有耐收心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态缆 从海域关栏号 然后到我们这13RB平台 海底电缆 把这片海域的几十个采油平台 和关栏号一起连接起来 各平台上的发电机 在一张电力网内统一运行 关栏号才能功效最大化 关栏号自己装有了 雷达车风速系统 提前预判 它的风速能够发出了多少电力 关栏号和各采油平台的 所有发电运行 都在这里实时智能调配 智能化搭载了四套系统 风机的各种参数 集中控制系统 精测了水纹 气象 波拉流 以及我们的运动参数 集成在一个软件平台上 关栏号的运行 为中国深远海风电商用 积累了新的数据经验 而让清洁能源能够利用的这套庞大系统 更是意外成就了一个全国文明的旅游圣地 维州岛 曾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 小岛的命运 因海上的火炬而发生逆袭 火炬 从来都是活力与希望之光 这里是北部湾维州油田群 中国南海海上最大的油田群之一 开采石油时一定会有半生气 如果因压力急剧增加 可能引发爆炸 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所以全球的石油生产普遍采用 宁可不利用点天灯烧掉 这是最安全可靠的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秦立峰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 一座采油平台每天烧掉的半生气 就价值几十万元 每天烧的气可以每一辆桑塔辣 两辆甚至三辆的桑塔辣就这样烧掉了 就觉得特别可惜 因为没有商业价值 发达国家的油气公司 也没有规模利用半生气的先例 中国人均缺油少气 而作为世界工厂 石油进口量更是连年全球第一 为了节约半生气 中国人开启了减少火炬的独自探索 利用我们这个维西南油田群 周边有个岛叫维州岛 油气能不能上岛 上岛之后呢 我们的提然气就可以进处理设施 把这个提然气就利用起来 在九十年代末 火炬一下就少好多了 这里是北部湾油田群的维州终端处理厂 1997年 齐立峰刚来建厂时 因为没有电 居民只能以打鱼为生 种些香蕉 也卖不出去 两块钱可以买 一蛇皮袋 一到晚上是漆黑一片 没有任何的生机 北部湾油田群 通过海底管道 将原油和半生气 输送到四十公里外 维州岛上的工厂处理 半海半路的开发模式 一改过去用船运输原油 半生气排空烧掉的局面 当工厂把半生气 给岛上发电时 维州岛的命运 从那一刻开始改变 火热的生活被点亮了 一个平台就那么一点点气 但是呢 每个平台每个平台每个平台 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形成一定的规模 我们叫军军细流 形成长河 有两一方的天然气 每天我们现在输送的天然气 大概有三十五万方多 一座厂点亮一座岛 如今每天载到游客 有两万人 很开心 为老百姓的脱贫支付 为维州岛的整个绿色发展 贡献了我们的价值 两个斤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一口是筑气酒 今天 秦立峰他们的创新 又开始了进一步升级 北部湾油田群 将油气管网 扩大成其油 气 水 电 通讯为一体的五网合一 维州岛上的电力系统 正反补海上钻井平台 让新能源有了新舞台 能源科技的每一次革新 就是一次产业的升级 这是2019年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塑滑馆 这里称为绿色冰丝带 丝带状曲面玻璃幕墙 看不到常见的条块风格 由1.2万块保时蓝色的光伏发电玻璃 拼接而成 让这座北京冬奥的新地标 同时成为绿色发电厂 2022年 在全世界的瞩目下 中国人实现了绿色冬奥的目标 冰丝带的发电玻璃 就是从这里产出 地化格太阳能电池 发电玻璃的核心 在两块看似普通的玻璃之间 均匀地度上三微米厚的 地化格光电材料 原本绝缘的普通玻璃 就变成了可导电的导体 地化格的优势 阴天 雨天 我们的发电效率它会更高 这种发电玻璃 对光极其敏感 即便是微弱的月光 也能照单全收 工人们正在检查光辅板的色差 保证颜色的一致性 未来人们在低头抬手间 能感受到发电与楼宇美化 融为一体 中国工程师们 还在向第三代太阳能电池的竞争核心 发起冲击 总设计师刘建庆 专注新电池的工艺改进 这种深化加空间太阳能电池 将安装在近空和深空中 为无人机 卫星 空间站 月球车 火星探测器等航电装备 提供动力 在外太空 它的光电转化效率已超过35% 而日常光伏外太空的转化率 一般不超过20% 技术员正在真空手套箱里 安装新的折单晶衬底 即便是高度洁净的封闭环境内 每安装一片折衬底 都要用吸笔吸尘 防止肉眼看不见的微小颗粒和尘埃 在衬底上 哪怕是几百纳米的一个尘埃 落在我们这个外颜片的 衬底的表面 进入到反应室之后 它呢会在里面形成一个 大的晶体渲线 折单晶衬底 被传送到这台装备的反应室内 晶体开始静静地生长 由气体变成固体 折单晶衬底上 将生长出几十层结晶 达到六微米厚 从而形成深化加空间太阳能电池 外延片 精神的它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设计 它是原子级的生长 加原子和深原子 趁底的表面形成深化加材料 它就具备了把光转生电的能力了 但是呢它也不能输出电 要在上面做电极 做减反射膜 再经过切割 它就变成了一颗芯片 芯片想上太空 要模拟无数次外太空高能粒子攻击的 抗浮照实验 外太空冷热冲击的可靠性的一系列实验 这些都是文献上没有的 就靠自主来通过不停地实验迭代 全球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 已经由过去的钢性芯片为主 向柔性芯片拓展 柔性芯片能将太阳能电池卷折起来 从而大大节约火箭发射器的空间 收缩的便利性 也让月球车和火星探测器 能很好的对抗月球火星上的 沙尘风暴等恶劣天气 对太阳能板的侵袭 我们的光刻机采用的都是 全部国产化的光刻机 同时到我们整个的芯片产线 包含原材料和核心设备 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三 二 一 烟火 起飞 起飞 2023年10月26日 神州17号三名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这个太阳翼作为空间站的翅膀 就是由深化加太阳能柔性电池组成 它像一座太空发电站 为空间站提供充足的能量 神州17号 可以来开出舱方门转机 2023年12月21日 神州17号航天员成组第一次出舱 执行天河核心舱太阳翼修复试验任务 宗塞 我是宗谣 回来 空间碎片日益增多 太阳翼曾多次受到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 造成轻微损伤 航天员汤红波 在登上机械壁后 移到天河号核心舱太阳翼的作业点备 进行巡检和修复 7点5小时 深化加太阳能柔性电池组成的太阳翼 成功修复 出舱任务圆满完成 这次出舱意义非同寻常 挑战巨大 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载轨维修活动 此时此刻 身临其境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 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 实现双碳目标 火中之火的太阳能被寄予厚望 然而光伏并不是太阳能的唯一打开方式 北纬40度的河西走廊 常年被太阳关照 平均每天有9个小时 能享受充足的阳光 这是中国太阳能资源 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跟着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定日镜看似平面 实则是个凹面镜 凹面的角度决定着光斑的大小与质量 以吸热塔为原心 由内到外的凹面镜角度越来越大 每一环的面形都不一样 工装台上130个螺栓安装点位 被调整为不同高度 形成曲面 调整好角度的工装台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具 定型出玻璃完美的聚光弧度 组装成功 14组参数标准 会给每面镜子进行大数据画像 形成独有的DNA 这是定日镜大脑被写入软件的过程 这台定日镜最后安装到现场的时候 它这个控制器就会调用它这台定日镜本身的这些特征值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做到了 对于单台定日镜的一些精确的一些控制 出场前 定日镜还要在这间小黑屋里 经历一次特殊的体检 激光投影覆盖定日镜所有点面 定日镜内近2万个DNA点位被激活 相机同步抓拍 后台大数据云图实时验证 显示误差 看似几个设备的简单配合 背后有一整套严密的算法体系 过去这种检验设备只能进口 并且价格昂贵 即便是一个小国块的更换 也要价值过亿 上一个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团队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 中国和欧洲的这个时间做期又不同 所以来来回回 耗费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久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那完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光学加大数据分析 定日镜的外围正在安装光伏板 这是国内第一批再建的光热加光伏电站 光热自带储热能力 可以调缝 光伏能降整体成本 建成后 这个电站每年会发出17亿度绿电 这相当于5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然而 想要用上这些绿电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前期的这个玄纸呀 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大量的工作 这个你看玄纸也是沿着我们这个山的这个山口 海拔低一点 宋荣武的任务是逐级架设高压电塔 把光热电站发出的绿电安全送出 最终并入电网 公路道这差不多是500米 在边上 我路里面是800米 脚下的位置距离吸热塔800米 这是宋荣武选定绿电出站的第一落点 然而宋电是个系统工程 就是这800米 要走通 得跨好几道坎 把该那个啥遇到的这种协调的问题都遇到了应该 跨铁路 跨高速 偏热器 还有别人家的这个宋电塔内部的线路 对外的事实际上还是 还是协调铁路还是 后面比较多 一座座高压电塔跨越山野 把一束光演化成一度电 送入千家万户 未来两年 中国光热的市场规模将有望增加到2356亿元 科技的力量正在激发风光水的最大潜能 释放能量突破其限 而对于另一种清洁能源 科学家们正运用智慧 对它强大的能量进行控制与应用 核电 发电量世界排名第二的清洁能源 聚变与裂变 核产生能量的两种方式 当前 人类还没有完全掌控核聚变 但已对裂变了如指掌 全球400多座核电站 都在利用核裂变释放热能 国核一号 我国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设计与施工难度 正在挑战全球核电极限 这个手机国家关注 世界关注 郑林光 国核一号总设计师 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的关键点 他都要现场验证 完善参数 不是吧 这个得了好以后 我自己升级100% 技术规格输 这个型号就定型了 各小层先搁救各位 做好准备 今天 国核一号要完成 最后一个核心大部件的吊装 还起高点 核岛安全峭的冷却水箱 它是核电站的安全保障 保证不动 攻准起飞 三百四十三吨 这是目前全球体积最大最重的冷却水箱 核安全 主要就是反应对安全 反应对安全 主要是软料安全 只要软料不烧毁 放得下来 不愿意 可 这个 你 我冲了 不要 不愿意 你 我冲了 你 今天上海质量协会的考察小组 来查看国河一号的建造进度 这个河岛95%的核心部件 产自中国企业 质量标准由中国制定 蒸汽发生器这个断节制造难度 都是这顶尖难度 这就是不积蒸汽 这就是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能力 蒸汽发生器被叫做核电之废 它空重813吨 高超过23吨 每小时产生4000多吨蒸汽 推动气轮机发电 目前这个蒸汽发生器的功率 全球最大 核岛里近30件设备模块 超过100吨 最大的1400多吨 主动爆破罚的规格功率 也是全球之最 数据不断刷新极限的背后 是郑明光和团队 一直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要拥有自主资的产权 因为没有自主资的产权 我是叫不了账的 当我们要自主发展的时候 你要从来 去买一次 转发生器 变得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核电运行不同的温度压力 来检验核电站的稳定性安全性 热视考验设备的承受极限 考验系统配合 更考验所有人的心理 主控室 热视的所有数据在这里汇聚 证明光紧盯着屏幕上的变化 总体的跟我们实际的公话 有没有什么偏离 高温高压下 主动运行超过2600小时 热视顺利通过 散研统在这边的模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值得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每一次能源产业变革中 核心装备的创新升级都推动着产业的进步 装备的强弱 决定着一个国家能源开采利用的效力 装备的升级 衡量着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发展的实力 无论是目前仍不可替代的传统能源 还是清洁能源的创新 能源领域的核心装备 都是我们跨越时代的力量之源 陕北高原 矿产资源丰富 是国家统筹布局的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之一 全国每年煤炭总产量的14%来自这里 早上八点 二号煤矿的工人开始入井 一年前 王高伟他们就开始乘坐新能源车下井了 沿着地面下的焊道行驶十几公里 才能到达煤炭开采的工作面 现在解决的来 这个巨无霸是国内最大的采煤机滚筒 66个采煤刀头 犹如坚硬的锯齿钢牙 王高伟他们要在机器运转前 仔细检查所有的刀头 确保万无一失 地面与具备远程一键启动条件 设备解决完毕 可以开机 工作面计计自动化转开 请工作人员注意 顺便全线启动 耳机机准备警告 请工作人员注意 齿轮转动 一秒钟 就是一吨煤的开采 这是一座5G支撑的高度智能化框极 地下400米 钢铁巨龙不断向前绝迹 地上的中控势力 张宝鹏在远程操控这台采煤机 这套系统他已经熟练操作一年 这是中国第一个长450米的智能化 采煤装备 采煤机沿着煤层横向切割 刀头向前转动一米 像大脚板一样的支架就跟进一米 支起顶板防止坍塌 运输机同步传送打碎的煤块 智能化采煤 人与机器充分配合 这是过去传统煤矿从未有过的安全与高效 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财力成本 也可以提高工作面生产效率 它对解决两到三米中厚煤层产能释放 有着一个可以说是化时代的意义 两到三米的煤层厚度 往往开采效率较低 国内常规的成套设备很难达到生产目标 曾经面临开工及亏损的局面 没办法 王高伟他们过去只能从国外购买设备 但不曾想却历经艰难 由于受这个程序不稳定的影响 几乎没有一个班设备是可以正常用转的 另外一个直接卡脖子的就是这个配件的工业 进口的订单周期特别长 设备配件坏了以后 面临着无备价可用的这个机面 单纯靠全球采购 短期有效 但长期困难 受制于人的困境 让王高伟他们开始了自主突破 集合了业内优势力量 三年的合力公关 2022年5月 这套450米的采煤工作面 开始在王高伟他们的煤矿运转 美班只需要五个人来监护设备就行了 不用人工再去操作它 效率都提高了两倍以上 我们自身的体会感觉到 这个进口设备质量 那个神话已经被打破了 中国制造更强 实际上 采煤机要想顺利开工 还需要更厉害的大家伙 煤炭开采之前 首先要修通焊道 焊道是煤炭开采的必备通道 承担运输 通风 排水等功能 这是开采焊道的绝禁机 绝禁也是煤矿所有工作里面 这是第一线中的第一线 因为没有绝禁也没有采煤嘛 刚宏伟 小宝当一号煤矿的矿长 干了三十年的绝禁工作 面对眼前的这套装备 他满眼骄傲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设备 应该是世界首套 也是中国首套 我们把它叫做 护盾式绝禁机器人系统 这套装备因为是全国产 也不存在什么国产替代这个进口 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套 光寻盾骨机 这是全新的国之重器 一百多米长的身躯 像一条钢铁巨楼 在地下每层穿梭 钻出一条条旱道 旱道的射击高度是4.4米 旱道的射击宽度是6.5米 就是这条旱道 一站就是6公里 这个方形钻垢机的行走 是通过头部的钻体来完成 钻体上下两层 通过内部液压油缸的伸缩 交替运动 起到支护作用的同时 向前拖动绝境 实际上刚造出来以后 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这套装备能用 对这套设备不是说有怀疑 而是完全不相信 因为这套装备很特殊 它没有履带也没有轮胎 全靠这个自动化 智能化操作 这套装备才能往前走 强大的能源装备 正在成为中国打通能源 大通道的利器 如今全国累积有超过 2500个采掘工作面 已经完成了智能化升级 大型煤炭企业 绝禁机械化程度 超过79% 他们共同构建起了 一个个地下钢铁长城 经过三年的锦下使用 这套装备被送回地面 进行进一步的智能化升级 这套设备之所以叫做 护盾式绝技机器人系统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些钝体 相当于人是在这个 护盾里面 钝体里面进行作业 所有的操作都是在钝体里面 所以是非常安全 以前都得是人工 然后拿着网 把它举上去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它通过这条机构 然后把它一直运到前面 把它运到位置以后 然后通过我们这些 智能化的钻壁 然后对顶板进行支护 高科技的智能化作业 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在张宏伟他们这个煤矿 职工的平均年龄 只有29岁 小宝荡有个奇特的现象 小宝荡的研究生 一件是最多的 我们把研究生调到科室 最短的三天打报告 死活不愿意在并面台 给多少钱反正我就不干 我就要到一线去 这台决进机升级后 智能操控将更完善 操控工人 会从之前的18人 减少到8人 从早期的高强度人力劳动 到机械化 自动化 再到现在的智能化 中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 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我对煤矿特别是 对这个绝境装备 是感动最深的 因为我是没三代 我老爷辈子是干绝境的 到我父亲辈子 也是干了一辈子绝境 我老爷是稀废 我父亲因为干绝境 也是煤废 这套装备 这个除尘效果特别好 它有足够的空间 来完善它的除尘系统 它的绝境速度 不一定是最快的 但这套装备的安全性 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最好的 我爸没有看到 你要让我爸看到这套装备 他能在这给你 说上几天几夜 中国装备制造的 赶超速度正在加快 露天煤矿的装备 也在同步升起 这辆国产矿用自卸卡车 高7.2米 进车轮就有两人高 像一幢移动的高楼 一车载重230吨 相当于重载列车 四节车皮的装载量 无人驾驶技术 更是让繁忙的车队 井然有序 无人驾驶管控平台 工作人员像玩游戏一样 一个人就能指挥十辆车 轻松驾驶 一天下来 几十列煤炭专列 就以装车运往全国 无人择安 它正常的时候就是 它在下面自己在运行 只有有故障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远程的接管 现在就是属于远程接管状态 一个就可能 都是接管十台车回来 我们这个卡车 就是有三十一台 都实现了无人驾驶的线口改造 我们这个车全是国产的 技术是最成熟的 并且起来是 它的这故障率是最低的 智能化能源装备的升级 不断提高产业效率 2023年 中国有约五万亿千瓦时的电量 来自煤炭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8% 从18世纪开始 煤炭就是人类满足生产生活 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 它被誉为黑色的金子 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 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 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高新装电厂 孙立雄 这边是防备网 现在下令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十六点总时并网 复令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十六点总时并网 好 谢谢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 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 在十六点开始并网发电 电网的用电情况 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 电网会给我们指令 新能源不能满足 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满足和停上来 配合电网调分 在当地 新能源的发电占比不断加大 可以满足这里40%的用电需求 但受光照 风力等影响 新能源还不能为电网 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 传统火力发电 肩负调风的使命 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 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 在用电高峰 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 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 接到指令 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 启动前要仔细寻查 这台巨型锅炉 宽34米 高80米 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 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 火力发电 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 推动气轮机转动 带动发电机发电 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气 就能提升发电功率 让煤炭高效发电 就是超超连接技术 燃烧更少的煤 转化更多的电 超超连接 最主要的是 就是因为温度高 压力等级高 尤其是对锅炉 气逻辑 包括蒸气管道的材质 也要求比较高 全部是特酒药以上的 特种材质 因为它要承受高温 高压 防腐 磨锁 各种这种 复杂关阔的这种考验 高丽效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 满负荷状态下 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 这是当前全球煤电 发电效率的上限 今天的中国 已经有超过100多台 1000兆瓦超超连接机组投产 是全球超超连接机组 数量最多 容量最大 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之前常规机组 国内就是一个标注水平 固定美号 大概是在300到330左右 咱们这个项目 属于国内超超连接 大容量机组 现在这固定美号 就是能达到 200几十克每多电 这么一个标注 煤耗下降小小的石刻 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 如果燃煤发电 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 看似微小的石刻变化 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 196米高的建冷塔 这是与超超连接机组 联合发力的 另一个能源装备 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 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 薛贵如和乌阳仪根据经验 可以通过电机传过来的声音 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 发电机组中 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 冷却塔 在传统火电厂 排烟 脱流 排出水蒸气的任务 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 但在这里 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 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 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 减少了能源损耗 每年还能节约用水 487万吨 设计之处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 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 就是全国用的是恒山区的城市桌水 就是桌水过来 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 投流废水产生完以后 我们用这个低温闪震技术 把这个最多的废水 我们再闪着碗 再搭做远水 再修换试用 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场的一个水平衡 也达到全场的废水零排放 其实我们盐厂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 是很干净的气 就是沉啊 流啊 销啊 一些全部脱掉了 这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泽气 检查这个潮 可以探查了 高气壮电厂二号机 现在开始执行并保操作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铲出 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 从27000伏提升至1000000伏特高压 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 二十多年来 全国统一大电网 保障着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与日常工艺 西电东送 北电南送 特高压电网最远的输送距离 达到3000公里以上 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特高压大规模商业运营的国家 中国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十年间 发展出领跑世界的特高压技术 是由特殊的能源格局决定的 在中国资源的分布和能源的需求是错位的 很多发电的地方不用电 用电的地方不发电 要解决这个矛盾 就要架设起电力输送的高速通道 实现超远距离 超大容量和超低损耗的传输 变压器 高压线路的心脏 正是它通过电压等级调节 实现电力高效稳定的输送 这是中国能源装备最有底气的名片之一 变压器生产基地 一台台特高压线路的心脏在这里跳动 工人们正在赶制两台变压器 这是出口马来西亚的订单 这是出口马来西亚的订单 再来回到两个来回 把我们该圆整掉的尖角都要圆整掉 做屏蔽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要在圆线上面 要搭到两边圆线 让它和圆线接触 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电极 这次马来西亚的订单是220千伏变压器 中国自主研发的核心设备 正延伸至全球各地 世界上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目前只有中国达到了1000千伏 在做了25年研发的陈欣夫眼中 特高压是破解能源输送瓶颈的大国重器 在同样的输送容量的情况下 在电压等级越高的情况下 输送电流会越小 这样呢 它的线路损耗也会越低 最主要它的输送容量是非常大 非常可观的 像百万容量的话 至少可以承担一个中型城市 大部分的电能容量 电流刚发出来的时候 电压等级是很低的 为了实现特高压输送 在发电端需要升高电压 而到用电端 再把电压降下来 电压等级越高 对变压器组成部件 制造工艺的要求 也就相应越高 在绝缘这一款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让它走损耗是最低 怎么处理防止它过热 然后呢 怎么让它走得更通畅 它在特殊工况下 比如说在短路啊 在过负荷啊 必须能承受到这些特殊的工况 它能在这些特殊工况下 能够不出现问题 每一台电压器组装完成后 都需要在这里接受最严苛的测试 确保日后能应对各种极端工况的考验 我们需要做一些电笔啊 绝缘电阻啊 介绳啊 然后电容量啊 这些测量是都需要的 然后后面就才会上到一些高调音的试验 包括我们的雷电冲击 操作冲击 短式感应耐压 来尝试感应耐压这些事 马来西亚定制的两台变压器 顺利通过测试 准备发火 按照正常的上路的规范 规范的那个指标创策 巴运组的负责人陈卫明 在企业工作了40年 他见证了国产变压器的成长历程 OK 全过 我们这两台发到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 出口的 从我在这个企业来说 我感觉我们的电锅量越多越好 现在都是跟国际机会向海外延伸 出口的火越多 国外的市场的占约率越高 对我们企业发展不就更好吗 这是中国最大的800吨变压器专用码头 很多自主研发的巨型变压器 就是通过这里运往新加坡 印度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我在这个中国制造一个特高样设备企业里面工作 我也感到处好 原先的企业的规模 然后琢磨琢磨地提升 根据国家的发展 然后我们企业到目前为止 到什么位置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第一梯队 就国家的这个变电设备的制造的第一梯队 国家还是领头梯队 中国南海海上方电安装平台在深海中作业 新能源装备施展技能的空间 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 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装备的产业链 正逐渐走向成熟 这是安装海上大风车的专业海空船 船体长143米 宽43米 重达1万吨 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 这个庞然大物必须做到纹丝不动 才能保证安装作业的顺利完成 隐藏在钢筋铁甲中的液压系统 是定海神针的秘密武器 平台中的四根装腿起到支撑作用 通过液压油缸的伸缩和锁定装置 装腿可以插入海底 并把平台升起至海面上 保证平台像地面一样稳定 液压系统的性能优劣 对平台的安全使用至关重要 几千公里外 液压装备的生产车间里 工人正在赶制新订单 这一批液压油缸 专门为海上方电安装平台定制 交货日期已经临近 每一道工序 负责生产工艺的渠龙它们 要求必须精准 针对我们油缸制造上面的 最大的两个关键零件 就是钢筒跟活车杆 影响钢筒的整体性能 就是最后的直线度 圆度 粗糙度 我们油缸的进入空的四级 一丝就代表0.01毫米 液压油缸可以将液压能 转化为机械能 这样一支液压油缸 可以产生800吨的推理 在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底部 一共有32只同样的油缸 在同步运行 它们至少可以产生 25000吨的推理 保证平台的稳定 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作业 液压油缸还要具备高度的避风性和防腐蚀性 它除了要耐受海水腐蚀 还得考虑防生物负责 为对活摘感表层造成其大的影响 然后在浪剑区的话 因为是处于干湿交替的状态 那金属的腐蚀速率也会更高 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特定的喷涂方案 拿这个 这个是放了多长时间 这个已经放了接近500个小时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延屋腐蚀的试验箱 用于专门针对活摘感各种涂层 做捕食验证 像海洋工况 它在浪剑区 水下还有甲板区域 我们针对不同的使用场合 会配置专门的活摘感保护方案 通过试样的捕食结果 来给我们做摄照 设计摄照 专门应对海洋环境研发的合金材料 加上高科技的喷涂工艺 大大提高了油缸表面的耐用度和抗护实性 这项世界一流的表面处理技术 使液压油缸的使用寿命延长到了20年 液压油缸组装完成 产品使用方和验传师王明涛来到现场 海上设施 要应对复杂的海洋环境 无论安装和维修都更加困难 因此下海前的检测也更加严格 油膜的形成一定要有油膜 如果说它对油膜很均匀 要有一定油膜 但是油膜又不能太厚 证明它密工件跟外面装配质量是过关的 下部就进行内泄漏测试 内泄漏的口安装好了吗 技术标准要求是取样一分钟 4.2毫升 是允许有一定量的内泄漏 它的精度做得比较好 实际上没有发生内泄漏 零泄漏 就证明国内的这种加工水平 就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了 景欲亮是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建造总监 从2016年第一代海上风电安装平台诞生至今 已经演进到了第四代 景欲亮亲历了这个高速迭代的时期 我们自有的现在有七台 在风电安装企业里面应该是第一位 全球第一的 作业水深比较深 基本上是属于深远海 就有这个能力的 然后基本上60米左右能够去作业了 另外就是起调高度 就是说我这平台台升起来之后 然后加上我交集高度 我从水面上来 我能交到上面170米的高度 不仅是安装平台 液压系统的应用 几乎涵盖了所有工程机械领域 上世纪50年代 液压行业几乎在一片空白中起步 70多年过去 中国液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名片 整个全球液压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说我们已经在世界的这个前列 无论从我们的规模 然后我们的研发 还有我们的这个覆盖导的客户的群体 应该来说我们是全球的液压供应链里面 是处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传统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 再到新能源建设的迅速崛起 与之匹配的能源装备 始终一路同行 谁的能源装备强 谁就可能领跑这个能源世界 未来一定是不断革新的时代 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能源 将成为主流 为我们开创一个更加繁荣 可持续的绿色能源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能源正在中国成为一个新兴产业 然而伴随新能源而来的 还有一个特别的称为 垃圾电 传统的火电时代 电是定量 匀速 稳定受控输出的 而今天的风电光伏却要靠天吃饭 无规律的波动挑战电网的安全 同时如果发出的电不好用 多发的电留不住 新能源发的电很容易被浪费掉 要让新能源顺利地并入电网 发挥主要作用 不成为垃圾电 储能是关键 这是国家战略中 扶持新能源健康成长的核心 使入港口的是煤炭专列 105节车厢 每节装载煤炭80吨 业内称为万吨大猎 105节长口车厢进港 首先进入的是翻车机房 火车从这个车站沿着铁路线进来之后 由我们的定位车对它进行一个拨车 拨车之后 每四节拨到这个翻车机里边 进行一个165度的旋转 将这个煤炭卸到这个二层漏斗 为了抑制本尘污染 在煤炭翻屑中使用微物技术 喷射出微米级的雾化水汽 用高压气流将水吹成微米级 它这个微米级就和我们这个煤尘的 这个颗粒度大小是相同的 可以很好地和我们这个微物进行结合 结合之后 这个颗粒的重量变重 它就迅速地下降 曹飞电港每条线路同时翻动四节车厢 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翻车机房 一个翻卸周期2分40秒 一辆万吨大猎 平均用时70分钟 高效的翻车能力大大缩短煤炭专列 在港口的停留时间 也就间接提高了专列的运输效应 它背后的意义是安全高效的国家能源保护 近临渤海的曹飞电港 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煤炭转运码头 煤炭产地主要集中在三西 山西 陕西 蒙西 而煤炭的消耗地 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八大地区 于是北煤南运 曹飞电港正是这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的中间枢纽 保障国家能源运输的情况下 我们是24小时不停 风雨不止 北煤南运三条砖线中的两条 大秦县 蒙济县 陆路终点都在曹飞电港 港口满负荷运转 可以同时堆存850万吨煤炭 从我们这儿下海 经过船运到南方上水之后 运到发电厂进行发电 来自宁波的复兴号又靠岸 彤兴波船长在这条南北航道上 工作了38年 海运的最大优势是高性价比 装载量大 运输成本低 复兴号6万吨煤 相当于7辆万吨大猎的载货量 油热在清大缸 油热在清华堂 油热在草飞地 就是北方都找没到那方 五个货舱已经装满三个 在迎风宝宫的高峰期 彤兴波的复兴号 八天就要南北往返一次 只有装好了就出发 昼夜24小时 一年365天 一条永不中断的能源通道 煤炭仍然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稳定器 但未来要减轻煤炭的压力 发展新型电力系统的压仓石是储能 内蒙古草原总是风光无限 风机叶片已经运到车厂 高100米的塔桶也全部吊装完成 项目经理冯超和整个施工队都在等待主机的到来 主机是大风车电力输出的核心 连接着塔桶和叶片 晚上八点多 经过两天运输的风车主机 终于驶出高速路口 这是接那个夜轮这侧 这底下这是坐的那个塔桶这侧 已经到了74台 其实最后一台了 我们拍行拍院了一样 最后一台终于到了 明天早上尽量早点地卸到现场 三年前通辽市火峰光处致炎一体化示范箱 开工建设 冯超回到家乡 成为项目施工阶段的总负责人 三百成六一的 三百成六一的 项目将要建设风电一百七十万千瓦 光伏三十万千瓦 储能三十二万千瓦 再过二十天 整个电站的店里 就要并入国家电网 将去明天上午吧 我们十点到十点半左右 将去进行最后一台主机的雕桩 第二天上午 主机运到现场 做起吊钱的准备工作 这风速下得正好 如果超八米上午 我们就不能再调装了 在底部装上一百二十根对接塔土的连接件 准备起吊 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起吊 一切顺利 四十多分钟 主机升到塔顶 八月底下 八月底的草原 马上进入风机 距离并往倒计时还有十六天 留给风机安装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了 风场里安装好的风机 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 工人们登上一座座塔桶 检查线路 测试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天上午七点 封停了 施工队等到了完美的吊庄窗口期 六名工人爬上塔桶 四条巨大的锁垫挂上吊钩 来 六百五保持半径球了 六百五保持半径球 起 来 九十一百七 八十一百七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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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慢起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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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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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起来 起 好了 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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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个人 45分钟 空中指挥配合地面指挥 像对接太空舱一样 让直径165米的夜轮 同时精准潜入72个螺栓框 223台风机全部安装完成 历时700天 三十多年前 中国建起第一座风电厂 三台风机满负荷运转一年 也就相当于今天一台风机两天发的电 今天的中国风电 无论是装机容量还是发电量 都已领跑世界 三年前 通辽市火风光处制炎一体化示范箱 一期工程在开鲁县率先动工 李明阳是项目的生产经理 我们的整个项目是不占用现有新能源消大空间 不占用现有调风资源 所以我们当年是创新性地增加了储能装置 来实现自我调节 开路线项目安装148台风机 配套11.5万千瓦储能电站 我通过储能来参与这个调风 比如低谷 晚上比如大家11点12点以后 大家都睡觉了 都不用电了 就是复合着低谷 这个时候我新能源正式大发的时候 大家都不用电了 我电也送不出去 结果就被陷掉了 但是我通过储能 我把电都储进去 在白天用电高风起 我再把它放出来 电站里整齐码放着46个集装箱式电池舱 一个电池舱就是一个大型充电宝 重量55吨 里面是几千个砖头大小的电芯 容量7500千瓦时 一个普通家庭三年的用电量 为什么要把电能储存起来呢 理论上应该用多少电就发多少电 但是现实中两者是无法完全匹配的 风力和太阳能都高度依赖天气条件 没有风就没有电 太阳能也一样 阴天和夜晚没有太阳发不了电 晴天阳光强烈 发的电又可能用不完 这种不稳定性增加了电网的运行调节难度 发的电也容易被浪费掉 充分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就可以化解这些矛盾 把电能转化成别的能量储存起来 既减少浪费又减轻电网的压力 在生涯战外 工人正在连接电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辽一期工程90万千瓦的风电 18万千瓦的储能将相继定入国家电网 二期工程很快也将立项动工 不止在通辽 中国各地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实践 正在将大量的新能源纳入电网 2023年 全国用电9.2万亿度 这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大约占到16% 如此大规模的新能源并入电网 对电网的调节销纳能力是巨大的考验 配套储能电池是调节新能源并网的重要手段 但是电池的造价高 存储能力有限 一座风电厂或光伏电站 配套的储能电池 大多只能提供几小时的储能能力 要想大容量低成本的实现储能 需要一个巨大的充电宝 测量柜询解 里头有一个设备坏了 去处理一下 张春波在电力系统工作40年 这是他服务了32年的沙河抽水蓄能电站 简单理解 抽水蓄能电站就是一个大型充电宝 它有两个水库 一高一低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 利用上水铺和下水铺之间的高度落差 在用电低谷的时候 用富裕的电能 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 水位太高 就具有了下落的势能 也就相当于把电能 转化成了水的势能储存起来 在用电高峰的时候 再放水发电 水的势能转化为电能 又再次回到电房 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调风天谷 沙河电站1998年动工兴建 当时全国抽水蓄能电站 刚刚起步 还处在试点阶段 当时是五家小水电 我们号称叫五朵金花 因为起步完 当时的水电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有一年 电站的通讯板出现故障 紧急向瓦国供应商求助 直接联系 总共用了半年的时间 联系好了之后 又用了三个月 才把这块板子采入到位 当年的设备运行管理 是非常困难的 近十几年 中国水电市也后来居上 大量的国产化设备推向市场 沙河电站的控制系统 也进行了国产化替代 今天 中国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规模 已经跃居世界第一 即至2022年底 有98个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兴建 以建成投产的装机容量 4579万千瓦 占全球装机总量的四分之一 现场还有什么问题 在雅龙江 一座特殊的抽水蓄能电站 正在兴建 多臂钻像一个怪手机器人 同时伸出四条手力 在岩壁上钻口 大部分腰线加两条 加上面这个照明就要好得多 实在比锚面充实这点 张东明是两河口汇蓄工程总指挥 工程2022年12月动工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整个两个混续的 这个进展标筒动 现在目前正在施工 正在施工的电站很特殊 它是被改造出来的电站 既是水电站 又是抽水蓄能电站 在雅龙江中部有两座水电站 上游的两河口水电站 和下游的牙根一级水电站 利用两座电站的水库 就可以改造成抽水蓄能电站 这是上游的两河口水电站 水库容量大 能装下将近800个西湖的水量 大坝295米高 是目前我国已见证的最高土石坝 大容量和高落差 意味着超强的水力发电能力 用电低谱的时候 配套抽水蓄能通过富裕的电能 将泄放至下游的水 又抽回到上游 重新转化成了水的适能 储存起来 这是一个超级充电宝 能够极大的节约投资 因为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抽屑 都是要建一个上游 上游的库盆也还有防渗 同时再建一个下游 下游还要再建一个霸 这样的话工程投资 大概会增加十个亿左右 隧栋从山体往地下80米处开挖 未来在山体中将安装四套可逆式机组 这次在可逆式机组 实际上每一台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 它是可以冲击它的水轮 是作为发电来使用的 同样的一台 它还有另外一种工况 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抽水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为水泵 直接在网上抽水 相当于既是发电机 又是抽水机 从两河口水电站 往下游行进13公里 就是未来的牙根一级水电站 大约两年后 这里将筑起一道68米高的大坝 蓄起的库容 也就是混蓄工程的下库 河道两侧开凿了一些探洞 正式施工前 需要从这里 收集一手的地质数据 里边还在通风 里边 我们现在探洞都是水平打一段 水平打一段以后 它还要往下 在建设大坝的位置开凿探洞 能最直观最准确的采集到抗震防渗的基础数据 最直观的 同时代价也是最大的 就是打探洞这种方式 这里边您一看就看明白了 整个的我们地质条件 沿水平这个方向的地质条件构造 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两岸探洞的地质数据汇总后 牙根一级水电站就将破土动工 上游的进场交通洞 以每天六米的速度往前绝进 一年后 交通洞将打到电场的心脏中心机房 五年后 汇蓄工程和牙根一级电站将相继建成 它们和两河口电站形成一个整体 成为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 能满足一座人口千万的城市 一年的用电量 面对新型电力系统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还在探索更多的储能手段 这是卤水含着高浓度的盐分 卤水加热蒸发 银结精成盐 卤水来自三十公里外的盐矿 盐矿在地下八百米到一千二百米 采盐的过程并不复杂 清水罐里的自来水 通过绿色管道注入地下 把盐矿溶解成乳水 然后输送到盐厂制盐 水溶发彩盐在地底留下了一个个盐穴 这些盐穴空间巨大 高度达到一百多米 在过去 这些巨大的空间都是浪费的 处理这些空洞穴 通常需要用放水或注入空气等方式回填 防止塌陷 不只是采盐 开采各种矿藏都会留有类似的洞穴 这个眼圈是可能开采过程的话 形成在这个地下洞穴 它的体型是22.4万标率方 埋场深中大概是在地下800多米 2022年 一艘带有探索性质的储能电站建成 科学家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储能手段 压缩空气储能 储能的过程 从这个方形的空气过滤器开始 环境中的空气被吸入压缩机 就像打气筒的原理一样 空气不断被压缩 在我打气的过程中 一方面空气压力就高了 就是存储到我的楼台里面 另外在我打气的过程中 我的打气筒是要发热的 也就是在你压缩过程中 它是有压缩的产生的 压缩过程也就是电能被转化的过程 高温高压的空气 首先进入换热系统 利用导热油将热能置换储存起来 经过换热的空气 温度降到40摄氏度 再注入地下沿穴 整个储能过程就此完成 电能转化为空气压缩势能和热能 再被分别储存起来 曾经废弃的沿穴变成了聚宝盆 到了用电高峰 在得到电网的指令后 这些储存的能量开始逆向发电 这个充电宝每天充电8小时 放电5小时 可为电网提供30万路电 长洲市的沿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2022年5月投产运行 是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 国家试验示范项 沿穴储能未来的产业化 商业化前景 还有赖于转换效率的提高 和建设成本的下降 科学家仍在探索之中 在新的能源时代 人们还对清晰的能源 并非魔dd性刷的能量 能不及调在新的能源时代 基因市场的能量 和建设成本树 有个大型号研究 产生的一生 人们从来 coating 最大神的时候 都是空气储能 坑 小鸟 特别 你 需要 在新的能源 地 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关重要 在这个50米高的试验大厅 将进行一次特高压电机试验 试验大厅最醒悟的是这些造型奇特的塔体 像一个个巨型玩具 它们是放电装置 在试验中放出上千千幅的高压电 模拟闪电雷击等特殊的放电效果 测试产品在极端条件下的耐压能力 模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串一串的电容 电容就要到时候它里面充好电 就要同时放电就能放出更高的电压 高空中悬挂着一个三层楼高的长方体 这就是即将接受测试的产品 换流阀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特高压直流换流法 它在这个发电端主要是把我们发出来的交流电 变成直流电输送到我们用电这一侧 那么在用电侧业上它又是把我们直流电 变成交流侧 那么就可以给我们的工况企业 或者说居民能够来用 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 我国主要在西部发电 再送到东部用电 既要远距离 又要大容量低损耗地把电力输送出来 最理想的手段就是特高压直流输电 从2009年到今天 中国建成了20条特高压直流线路 而换流阀是特高压线路中的关键设备 它集合了多项尖端技术 首先来说呢 它的那个学科种类非常多 像我们就从一支装备来说 它有这个电力电子 高电压绝缘 材料 力学 还有我们的这个冷却 等等这么多学科的集成 那么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装备的控制上来说呢 我们的阀控系统 同时要控制几百上千个这个警察管 那么这个控制技术 每个警察管的控制时间 控制一致性 也要求非常高 那么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长臂升降车把试验人员送上高空 接通电线 试验即将开始 我们产品的正常工作电压是800千伏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电压会更高 比如说到1600千伏甚至更高 主要是担心我们在产品运行过程中 有些过电压 把产品这个不同器件之间的这个空气 或者是说绝缘材料给击穿 目的是把装备的所有问题解决在出厂之前 试验马上开始 请5万人员撤出试验区 试验大厅的外观平淡无奇 但这个方盒子 曾做过国内最高等级的特高压试验 这些经过严苛测试的换流法 一次次应用到国内外的特高压工程 在国内做的项目都非常有代表意义 首先我们做了国内第一个正乎1100千伏的 这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在那里面我们就供获了这个换流法 我们还做了这个我们国内第一个出口的这个项目 巴西美利山项目 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项目 2024年 中国全年电网建设投资总规模将超5000亿元 特高压的加速 被产业链带来了巨大机遇 直接推走 直接推走 挪到旁边一下 把这个推出去就好了 往那边 现在我们达成已经做完了这个据烟实验 现在我们要把它送到我们这个功能实验的这个平台上去 给它一些一些功能性的测试 看看在这个聚焰实验过程中 我们也对我们的这个设备 理解造成一些损伤 严苛的耐压实验 使换流法出场前最后一道安全品控 这些经过极限考验的法塔 会组装成工作站 在一条条特高压输电线路的两端 启动跨越山野的能源动脉 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网 这个电网正注入越来越多的新型电力 特高压输电和储能技术的发展 让电力的使用突破屏障 让电网更加平衡和安全 21世纪 什么是能源的终极形式 当我们不断调整观察能源的视角 就打开了能源与未来连接的不符方式 以能源家为契机 一个低碳 安全 高效智慧的能源体系 正在兴建 身处浪潮之巅的能源 正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它深入人们的生活 变革着生产方式 在这场与众不同的新能源竞赛中 能源之变已经跟随未来一同到来 海灵岛 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之一 三台导管架正运向深海 它们是十二招瓦超大风机的机座 其中一台安装着雨网 这是一台导管架风机 加养殖网箱一体化智能装备 六小时航行 离岸69公里 它们来到国内离岸距离最远 水深最深的青州风电厂 设计寿命25年的导管架 开始向46米水深的海底扎根 上面风电的下面养殖网箱 它俩结构上融为一体 电力系统上 后面的运营呀 包括信息呀 融合程度比较深的 这样一体化的一个装备 八月 南海台风高发的季节 风雨融合 迎来了风机安装的作业窗口器 我们要专业调试我们的渔业设备 好的 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调试 这个渔业系统设备 我们要在投标前 把我们的整个的风机 还有网上的状态 达到投标的任何条件 人中近的海洋牧场团队 正在检查养殖智能装备 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摄像桌 它会和我们雷达光电系统 可以进行联动 形成这种看护的 风机的上千个传感器 和养殖网箱的几十个传感器 让风雨融合 实现地对海的远程智能管理 我们的水质呀 风浪流这种条件呀 都需要来进行测量 两种数据 它有共同的传输通道 集成到同一个管理平台上面 形成这种一体化的这种监控管理 这是集风力发电 加储能 加鱼业养殖为一体的智能平台 到深海养鱼 这是海上风电厂 衍生的新副业 潜水员正在检查 紧固水下的网衣 每年台风来袭 都是海产养殖户们的最大挑战 而导管架网箱的设计工况 能抵御五十年盈域的 极端环境海况 和十七级超强台风 这将改谢海产养殖业 探天吃饭的传统 框架结构 到我们的网衣的这种选型 也是采用非常高强度的材质 专打的就是这种 抗台的设计理念 深渊海的这种适用性 养殖网箱的电力 来自即将要吊起的风气 只有风电具备 才能投鱼苗 第二天中午 刮了一夜的大风开始减弱 一夜没睡的平台经理陈海 下达了全员作业准备的指令 今天是我们这个风场以来 最具挑战性的一次 之前起越轮 风速最多就是五六米 现在那个驾驶台 包括吊机上 侧的风速都是八米左右 我们各就各位好吧 主调辅调高度配合 让整个风轮在平衡中直线提升 此刻要将整个风轮 由平卧缓慢翻身直垂直姿态 风轮的每只叶片都长达118米 相当于三架C919飞机首尾相连 而平台最长处只有90米 翻身难度极高 王舰的绳子慢慢地跟着松就行 带力地跟着松 不要松得太快就行 一旦晃动起来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动作 都是让它慢动作 成功转身 进入最后关口 风轮与主机对接 主机上160颗螺栓 要插入风轮上的160颗孔洞 公差不能超过两毫米 首长保持现在危险不动 好的好的 现在这都拦着 进度要求特别高 放到大的话风险很大 停了停了 岩石和缝全部兑进去了 明天一万位金昌鱼苗 将被运到这里 人重镜把饲料倒进自动投喂料仓 今后每隔七到十天 养殖工人会搭载风电运为船的顺风车 来补料 这大大降低了传统海洋牧场 每天人工通勤的投料成本 海上风机的每一次转动 让能源家的舞台更加立体而丰富 以电养鱼 以鱼养变 在数字能源的助力下 风厂给宝箱的智能运转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 养殖收入 也补贴深远海风电建设的成本 四个月后 这批金昌鱼将长成市场最好卖的一斤体重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以风电为牵引 走向深海 也走得更远 海南阳浦港 中国海上重要的对外开放文户 海南自贸港的破话建设 让这里成为了热土 荣达你好 靠驳申请已通过 请安排靠驳 一艘载满30万吨原油的游轮 正向码头靠近 船头船尾这个角度有点大 船现在距离码头比较近了 然后你们这速度控制一下 今天王守强和搭档 要完成这艘游轮的靠岗牵引工作 每年中国进口的原油 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 这里是中国距中东原油产地 最近的第一落点 智慧港口 是自贸港 为这个国际航运枢纽 正在搭建的未来 这艘游轮长三百三十米 与全球最大的航母等长 甲板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 接近三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原油船靠岗 必须注意防爆 要让这个旁人打雾安全 停靠活博位 高效完成输油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十米船的体量比较大 功能比较大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 它这个靠活速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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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原油注入 顶盖浮起 24小时过后 6万吨原油已经装进这个储冠 作为全球大宗商品之王 原油是燃油 化肥 沥青 塑料等产品的原料 面向亚太 这里是印度洋 太平洋的能源中转港 也是海南石化产业的集散地 以油处为基础 一个临港产业集群正在完善 要升级为全球顶尖的智慧港口 完善大数据系统 迫在眉睫大号那个装卷作业它现在有流量了没有 鲁东亚和团队正在录入码头早年的数据 丰富数据库 数据正跨界跨业 成为新的原油 我这边能够看得到有那个体移的数量 但是那个重量的吨的那个数字没有的 你那边呢 我在后台上看一下 对 怎么样的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呀 对 这个体移的重量都有 对 咱们缺少了这个重量了现在 我还是考虑数据库的兼容性问题了 设备不兼容 数据难互联 是鲁东亚他们经常碰到的难题 码头上的设备采购自全球各地 鲁东亚要把不同时期 不同型号的设备信息 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 5G时代开启 领先者就可以制定游戏规则 基础设施 我们要做国产化替代 从底层替换掉 所有系统之间的数据 要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我们就是要能够自己 有开发升级迭代的能力 信号是正常的 你再换个方向吧 再转一下 这是鲁东亚他们请来的通信安装团队 正在新建的码头将是一个全新的数字轮升码头 工业互联网不是简单的信号传输 是一套更为复杂的数据交互 在5G专网建好之后 我们会有一系列运行在5G平台上的很多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巡检 包括智能定位 AI视频的监控 将来我们所有的工业控制系统 也都会集成在5G的平台之上 5G是一种连接能力 数以万亿级的关系数据 在能源与通讯之间 搭建联系产生价值 创造更多的信息消费和经济增长 吴鹏飞把家里的充电桩设置为共享模式 夜晚店价低时充电 白天平价卖电 在这里有很多电动车主 开始尝试赚取错峰店价的收益 一个月也能赚个一两百块钱 然后相当于我每个月相当于电费 可能我就不需要自己掏了 可能每个月用车的成本也会涨很多 私装共享 从买电到卖电 每月吴鹏飞无形中 为电网进行了200度左右的 电力错峰搬运 这背后是一个对虚拟电厂庞大的构想 把汽车接入电力 理论上每辆新能源车都可以成为移动电源 今天 中国的新能源车保有量是2041万辆 按每辆车每月最少提供200度的电量计算 可搬运的调峰电力就达41度 当新能源车和国家大电网相匹配 每个人都能参与能源管理 一辆新能源车 就是个人融入新型电力系统的敲门砖 更是未来能源利用的无限可能 为了您的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跑平路段提升到6次码 前陵每天要试驾的新能源汽车超过60台 又多方向盘 屏幕里的多余种选择 这是吉祥出口到日本的新能源车 试车也要采用国外模式 在这里汽车更像是一个装满传感器的移动智能终端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占全球市场65% 2023年中国向海外出口的491万辆汽车中 超过24.5%是这种新能源车 在大屏上可以提显出能量的曲线消耗 还有能量管理回馈 试驾新能源车 前陵尤其关注这辆车的耗电反馈 电量下去了1% 为这辆车提供动力的电池 紧贴在汽车底盘上 低碳与智能是它与未来关联最为密切的标签 这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梦工厂 制造新车的过程像是一场魔幻的舞蹈 每过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车 在这里完成生产 看一下后面的零件状态 冲压车间 一张钢板只需要4秒钟 就变成了汽车的车门 我们现在在调试模具 生产不同的车型 模具需要随之适配 实力芯只需在操作台上一键切换 在这个智能车间 人的工作更多是控制与配合 是我们现在工厂用的一个六轴机器 我们对应有提示按键是对应1到6轴 6轴机器人拥有6个旋转轴的关节机械手臂 类似于人手 拥有极高的自由度 适合于几乎任何轨迹或角度的工作 这个全新的工厂整合了全球顶级造车资源 把生意做得更大 把中国车开得更远 这是新能源车的电池包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 工人们将电池装入汽车 它是新能源车的心脏 是不断向前的动力来源 全球电动汽车正始入快车道 使用的动力电池有60%产自中国 全球动力电池装车辆前十名的企业中 中国占据六个席位 排名第一和第三的均是中国企业 电池装机量连云爬升 人们对动力电池的续航能力也更为关注 影响电池能量的秘密 就藏在电池内部的组件里 平时看到的这个垃圾袋 这个包装袋有什么区别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一场特殊的暑期活动 来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参观 孩子们充满了好奇 眼前这张像塑料一样的东西 就是动力电池内部的四大天王之一 隔膜 看到膜啊 你看上去是这样的 其实你知不知道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小空在里面 锂电池隔膜 看起来是薄薄一层的塑料 但和普通塑料相比 它上面布满了孔洞 微小孔洞 人的肉眼看不见它们 但油脂可以找到它们 渗透过去 那是给离子穿梭留下的缝隙 先是常温 然后再高温 高温之后还要比它更高的温度去定型 还有几点 生产车间 马杰和同事们更像是魔法式 一张塑料薄膜通过九道工序 在各种角度不同力地拉伸下 变身为材质更薄 韧性更强 孔系更均匀的电池隔膜 隔膜可以分隔正负极 单位面积内孔洞越多越居宇 彼此穿越正负极的速度越快 电池的电量也就越足 现在我们通过自主研发 自主设计 不但把高质量的产品做出来了 还把价格打下去了 今天中国的电池隔膜企业 已经向全球提供了百分之九十的市场公益 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 其中正负极材料 电解液隔膜等关键主材 中国全部实现自主生产 它们是影响电动车能跑多远的核心 当前 大部分新能源车内装载的液态电池 电芯能量密度在 每公斤270瓦时 至320瓦时之间 充一次电 能跑六七百公里 如果把电芯密度提高至每公斤 三百六十八时就能跑一千一百公里 这种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十续航里程的电池 就是半固态电池 李鸿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他们的团队 已经做出了全球首台固态里电池样车 我们这算是1.0的这种统合工业的电池 这边不是固态电池吗 1.0的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经验的积累 再往2.0 3.0 4.0 这个技术在不断地迭代和演进 逐渐地向整固态和全固态发展 动力电池市场 短期看半固态电池 长期看全固态 在这条半固态电池商业化的生产线 所有的生产参数 都将为未来全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运行 积累经验 成败往往就在一个个细节中 今天李红来到这里 只关注一件事情 那就是良品率 不断地提高每一个工序的 生产制造的良率 那么在整个行业里边 大家强调极致制造 就是你把每个工序的良率提高到 比如说99.9 最后会怎么下来 争取从头到尾 比如说越高越好 现在92到94就算是很不错了 良品率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和上市供应量 这是固态电池产业化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每道生产工序都不能有短板 基于中国现在更为成熟的产业链 和这个研发体系 我们希望在2027年之前 能够把全固态电池实现一个规模量 实现一个装车 或者在其他那些应用 在李红的事件表里 2027年是中国固态电池实现商业化的时间 这也是日本企业宣布将向市场投放固态电池的时间 目前应该说是主要停留在这个实验室的一个层面 距离这个工业化硬度化还比较遥远 这是一场倒计时的国际竞赛 固态电池之争 背后是中日韩三国的技术较量 在全球范围内 一个就是养胖均空符合的基础原来国家化的这个技术 另一个就是刘胖 分田为核心的 包括韩国的三星 还有美国的一些出售公司正在去做的 李红要结合中国电池业所有的优势力了 以电池为动力 构建能源互联网 满足电力需求 这是李红的导师 已经83岁的陈立全院士 坚持不懈的方向 陈立全被业内称为中国锂电第一人 中国第一块锂电池 第一块固态电池 都在它的主导下诞生 现在物理所做到711瓦尺每公斤 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但是这个我们还没双业化 你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 实验室做出来 你怎么去双业化 是一个问题 世界经济进入智能时代 电动汽车只是电池的应用场景之一 电动汽车只是交通电池化的一部分 还有电动火车 电动交通里头 电动航空 包括电动飞机这些方面 我们现在固态电池要满足所有的需求 你要什么多高的能量力度 我怎么能够满足 那么这是一个很多样的事情 力气添翼 良工谋事 电池将在能源领域承载另一方天顶 从矿卡自卸车到无人机设备 从潜入水下4500米的深海勇士 到遨游太空的空间站 续航能力不断增强的电池 正为他们提供远远不断的动力 科学家相信 电池是打开未来能源的一把钥匙 这是值得期待的未来 持续攻关和积累 中国的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 已全球领先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和光伏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未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在四川西部的崇山峻林中 有一座水电站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 地势条件最复杂 施工难度最高的巨型水电工程 这个工程最难的就是参阅锦平山的这几条隧道 这七条隧道呢 当时在论证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打不通的 就因为它的埋深太深了 锦平山隧道历时五年终于贯通 隧道长度十七公里 距离山顶两千四百米 鲜为人知的是 隧道中还有一项更为神秘的工作在进行 这里成为了建造地球最深实验室的最佳场所 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团队 在这里探索最前沿的科学 他们在寻找暗物质和中微子 我们现在的探测的区域呢 其实已经很接近理论预言的 最可能存在暗物质信号的区域了 中文字幕处理 在南岛上名字幕里面 道权宫统帮助了 科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红 咱红 冰 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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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